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這個世界就只包不住火 真相怎麼都會有曝光的一天 在昨天 一家網絡媒體叫做Trending Politics 他們就報導 說特朗普法律團隊其中一名的重要證人 就公開指證 說他在底特律的一個點票中心那處 親眼目睹了 拜登被灌票的過程 可謂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這位重要證人的背景是什麼 原來他就是 在底特律從事IT工作 名字叫做卡龍 他在金燙的總統大選當中 去了那家備秀爭議的 投票系統公司Dominion 擔任一份合約職位 專門看著那些點票機的運作 好了 根據卡龍所說 就說他在底特律一個點票中心那處 親眼目睹了 那些票站人員 多次來重複計算同一疊的選票 那個票站人員 就拿著每疊50張的選票 重複這樣 打入那個點票機那裏 有時候 就重複八九次 最多就有十次 於是乎就引起了他的警覺 和注意 在他值班的24個小時裏 只是看到投給拜登的選票 但是一張投給特朗普的選票 也是沒有 如果這位卡龍所說的東西是屬實 不是在做假見證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解釋得到 為什麼在那幾個搖擺州 晚上點票 忽然之間點到很慢 那個點票情況又不更新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忽然之間 拜登爆了很多票 難怪原來是這樣來操作 當然 他這一份的正詞是否屬實 仍然是需要司法來裁決 我都不敢說百分之百 是相信他所說的 之不過 他的說法 某程度上就是解釋得到 在那個點票過程當中 所發生的一些 不能夠解釋的 奇怪現象 好了 這位卡龍還說 在整個點票過程當中 原來沒有一個正當和合法的監督 全部都是由民主黨的人來監督民主黨的點票員 他還說 在那個點票站的工作人員 又會改下別人的選票 又會複製一些選票 這些就等同於公然來竊取選舉結果 他這番說法 在前半段來說 沒有一個合法的監督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法律團隊 一直都有質疑 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 不讓共和黨的監票員 不讓他們的工作人員 來金睛火眼 監督他們點票 而且有些票站外面還圍了板 不讓人看 這一個 見證 我覺得也是屬實的 這個是可信的 因為有了片 這些沒得假的 後來法院都判了 說一定要被人監票 另外 他還提到 說那些票站人員 怎樣改人的票 這個我也相信 是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為什麼呢 事實上在網絡上 都曾經瘋傳過一些片段 就是拍攝 一個票站人員 在白票上畫 這些是不是代人投票 別人投白票 你就特意畫了上去 投給誰 投給拜登 這些是不是要查 至少查不到那張票 你也要把票站人員出來問責 那麼手多 至於他提到 他說有些票站人員更改選票 那麼我就不知道那個詳細情況是怎樣 因為我又沒有這一方面的企圖 又沒有這一方面的知識 但是我都相信 在現行的科技裏面 是做到這些事情的 另外卡龍還說 他已經把自己的發言 和所目睹的東西 告訴了聯邦調查局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 他仍然是沒有收到 FBI或者司法部 相關的調查 以及沒有向他作出任何的訊問 那麼究竟有沒有查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亨特那隻這樣的硬碟 早就已經被FBI拿走了 根據那個 整電腦的老闆說 對不對 查到現在都查了一整年 不知道查了什麼出樣 那個亨特還可以大搖大擺 到處走 所以 現在這個人說走了去報案 我想有排都沒有找到他 好了 卡龍還說 如果一張選票是有爭議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由一名共和黨人 和另一名民主黨人 進行一個共同的裁決 但是他就說 他聽到有幾位點票員在換班的時候 就說有二十多台的點票機 都只有由兩名民主黨人來裁決那些有爭議選票 全部都是清一色民主黨人在裏面操作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這個正正就是特朗普說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會認為 今屆大選是違憲 正正就是 無論在投票過程 還是點票過程 都出現了很多選舉舞弊的行為 是扭曲了真正的民意 所以有些人說他賴死不走 說他輸不起輸打贏要 這些的說法根本上就是不恰當 因為這班人就有一個不當預設 就是假設了今屆大選 是沒有發生任何選舉舞弊行為 而且拜登所得到的選票 每一張都是真實 是真實的 但是現在面對著特朗普陣營那麼多的指控 有一些事實上就是無法解釋 現在陸續有些證人出來 將整個情況和盤拓出 在這麼大爭議的情況下 你怎麼能夠判定特朗普已經輸了 特朗普現在所得到的每一張選票 都是堅實的 是真確的 好了 看完這位卡龍所說的話 其實就更加是引證得到 在各個搖擺州 重新進行有意義的人手點票 是必須的 起碼說 有兩黨的監票人員在場看實的時候 就不會再次做到一些灌票的現象 當然 其實在重新點票的要求上 特朗普陣營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難 比如說在威斯康星州 當地的部門 竟然要求特朗普陣營 要繳交高達790萬美元的款項 才可以啟動得到這個程序 其實就是叫人家收檔 是不是 大拿拿幾千萬出來重新點票 至於喬治亞州又如何 根據這個州的法律 雙方的勝負距離實在是太近了 所以就要進行這個依法重點 問題就是這個依法重點 你又將人家的監票員隔到老鏈那麼遠 然後又不續將那些郵寄投票去檢驗 簽名 所以特朗普就說這是沒有意義的 但仍然特朗普認為這是沒有意義的 在這次重新點票當中 已經在兩個縣那裡 分別發現有兩千六百多張 和兩千七百多張的選票 是沒有點到的 這是很離譜的 點票的時候竟然有兩千多張票 不逆而非 現在重點的時候又說出回來 結果也挺奇怪 在一個縣裏 最初有三分之二的未點的票 是投給特朗普的 另一個縣 有百分之五的選票是投給特朗普的 換言之 這一堆未點的票當中 全部都是特朗普領先的 喬治亞州就有159個縣 這樣點點下 山大砂麻有柴 會不會反鮮 所以那些票站人員所做的事 完全是操縮的 當你純粹是不小心才算 也不要說你是選舉舞弊行為 就算你不小心 都應該問責 換轉這些情況出現 香港市民都吵到拆天 是不是 其在美國 似乎有些人的反應 就不是很大 可能看主流媒體看得多 或者根本上有些人撐拜登 就當看不到 不行 這件事事 事實上就是有問題 你收買選票 不行 現在又說 抄回來 完全破壞了民主選舉制度 搞到公信力 蠻然無存 接著就講一下 這個外媒華盛頓郵報 又老屈特朗普 他又老屈特朗普的什麼呢 他們就報導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已經是放棄了 對於賓州選舉結果的主要法律訴訟 特朗普看到之後 馬上就在Twitter上打臉 他就說 華盛頓郵報的這篇報導 是假新聞 監票員受到不公平對待 仍然在訴訟當中的重要部分 至於 其實今天大家都看到 朱利亞尼就已經是入旨了在賓州法院那處 提出訴訟 那怎麼會說放棄在賓州的訴訟 這些完全是亂來的 但是沒事的 說錯了一些報導 他又不需要撤回 又不需要道歉 反正就當沒事發生一樣 問題就是有些人 只看主流媒體 那些人就相信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好像出現了一個平衡時空 有些人就 只看主流媒體 他就接收了那些資訊 有些人就懂得上網來去找另外一些資訊 所以他就看得多一些 所以 這些媒體簡直就是離譜 最後就說一單的消息 就是特朗普在賓州的法律團隊 有一名律師 竟然就遭到恐嚇 根據消息所說 就說這位律師最近就收到了一些 誹謗性的電子郵件和電話 這些的訊息內容 就試圖威脅這位律師的人生和經濟安全 其中一封的郵件 還是有幫那個州務卿辯護的律師事務所 其中一位律師所發 這些完全就是超越了那個 道德的底線 是不是恨贏恨得那麼厲害 要出埋這些骯髒的手段 交由司法來判決 就是恐嚇別人的律師 把屁嗎 更何況就是我認為這些行為是不能得逞的 你就算嚇到他又怎樣 全美國那麼多的律師是親共和黨的 難道你認為沒有人會幫特朗普打官司 當然 這些行為 都是要遭受到譴責 和是遭受到調查的 但是我認為他就不能得逞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